10月1日,香港特区政府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周年升旗仪式和国庆酒会。 上午8时,升旗仪式在金子金广场举行。 仪式结束后,特区政府在会展中心举行国庆酒会。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担任酒会主理嘉宾。 林郑月娥在致辞时表示,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大日子。 过去数月,社会各界举办了不少庆祝活动,回顾了一个以人民为中心的政党100年来为人民奋斗的辉煌历程,也提早为庆祝国庆拉开了序幕。 今年的国庆对香港来说,别具意义,作为国家根据宪法成立的一个特别行政区, 香港在香港国安法和完善特区选举制度的双重保障下,真正踏上一国两制的正确轨道, 可以说是比回归以来的任何时候,都更具备发挥一国两制独特优势的条件, 更可以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,开创更美好的未来,体现和国家同发展共繁荣。 林郑月娥在致辞中提及访问内地的经历,她表示自己此前访问了中国西部三个主要城市, 包括四川省成都市、重庆市以及陕西省西安市。 她指出,对香港而言,四川、重庆和陕西都有一个共通点, 就是香港是三地境外投资来源地的第一位, 这也再次说明香港是国家四十多年改革开放进程中的参与者、贡献者和受贿者。 事实上这四年多以来,我以行政长官的身份, 访问内地的省、区、市都有同样的感受, 大量香港企业在内地投资、兴业, 成就了今日香港作为国际金融、商贸、航运中心的地位, 也都为香港专业服务开拓广阔的空间。 现在香港回到一国两制的初心, 只要大家坚持维护国家主权、安全、发展利益, 确保爱国者治港, 我肯定港企、港商、港人在内地发展的机会和空间只会更多, 为香港经济注入更大的动力, 为香港的青年人带来更多元的发展。 林郑月娥指出, 近日中国外交部发出罗列美国干预香港事务的事实清单, 而特区政府也发布了香港营商环境报告。 事实清单再次引证了中央2020年制定及在港颁布实施香港国安法, 以及2021年完成完善特区选举制度的必要性。 而营商报告则有力说明外国政客和部分西方传媒的抹黑和诋毁, 并无动摇香港的固有优势。 展望未来,国家在十四五规划纲要中对香港的大力支持, 越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推进, 国家的国内大循环和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格局, 以及上个月公布的前海方案和横琴方案将为香港带来无限的机遇。 在庆祝国庆的日子, 我们应该更加深刻体会到中央对坚持一国两制的决心, 以及对于香港同胞一如既往的关怀。 我们应该以维护国家安全和确保外国者治港的坚定立场, 作出令国家安心的回应。 我在这里祝愿祖国繁荣富强, 香港和谐稳定, 市民举家欢聚, 节日快乐。 当天, 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, 香港中联办主任骆惠宁及特区政府官员, 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等社会各界人士出席酒会, 古乐团及香港双截棍总会, 一同为道场嘉宾献上精彩表演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